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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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太認真 就好玩 如果你想要聊的話 你可以舉手一起來聊 一起來浮動這樣子 瑞又回來了 還有一個喵 我不知道是誰 沒關係 有想聊天都可以舉手聊 我們今天有幾個話題要聊 因為我們導演 就是弄一些影像相關的 今天有一些話題 跟Mitchellin 跟Wonder Dynamic 就是導演拍了一個影片 蠻無聊 不知道他拍什麼東西 先講一下 最近的Wonder Dynamic 跟Mitchellin第五代 你從第一代開始玩 第一代開始玩 第一代開始玩 第一代 五年前 第一代用 沒有是去年的 去年年出 那麼快就升到第六代 對啊他們進展 第六代出來 要怎麼樣出了 會有什麼差別 現在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的版本的完整度 已經很高了 就是基本上 你想得到的功能他都已經有了 然後效果品質也沒有 所以我其實反而不知道 他們第六代要出 哎呦 你不是有內心消息嗎 他們之前有放出消息說 他們聽說他打算要出 出3D的功能 哦 我覺得這個比較屌 因為你知道圖像 他其實已經 已經很完美 就是已經跟照片沒有什麼 兩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們接下來的追求 不是照片記錄 而是應用性 所以可能他們可以 他們自己 之前有放出消息說 可能會出一些 比如說你輸入文字 就可以開始出現3D 然後這個3D可能是有 輸入文字出現3D 對 哇靠 這個就是我覺得很屌的新功能 對 但他們只有放出消息 我自己也還沒有用過 對 然後我覺得接下來可能是應用過 我一直他們講說 他們什麼時候要出影片 然後因為畢竟 你覺得你的圖像品質這麼好 接下來就是要 我覺得他們的指差的功能 就是出連續 我覺得他們只要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其他軟體就能玩了 哈哈哈哈 就是你把 對啊 而且他們3D應該沒那麼強 因為那個很是專利吧 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他們的技術力是真的強 就是其實現在影片裡面 只要你能夠 圖片攻略完 接下來就是影片跟3D 因為影片跟3D應用性 就已經涵蓋金權 嗯 所以我認為他們只要把這樣做完 其實其實就已經可以滿足 這個創作領域中大部分的事情 對 那你覺得那第六代出來之後 它的商業的許項會怎麼 例如假設3D可以出來 所以它就會影響到 什麼樣的工作 或是什麼樣的 像你們自己在做就會差很多 我覺得對於現在 因為像我們自己是動畫 像這一塊 我們平常是做廣告 那 呃 米軍對我們的影響沒有很大 是因為 我們平常做的是影片動畫 你米軍在怎麼厲害 你也不可能出個動畫影片吧 但是這個是現在 對 所以我就不知道 如果之後他們可以開始出到影片 就是3D的話 我覺得 對我們才有影響 我覺得還是很大 所以現在裝比較像是 能夠做動畫的 就沒有米軍那麼精緻 對 米軍那麼精緻 他們沒有辦法動畫 對 那麼精緻 那麼就是 像汪哥 Dynamic 或Stable Diffusion 他們可以做到那麼精緻 那Stable Diffusion 這也可以做得很精緻 可以啊 跟他門檻高啊 哦 就是 就是你要有算力 然後又要有懂技術的 這個 這種人在業界非常非常重要 OK 對 對對對 而且我知道Stable Diffusion 他有一些 草聞啦 最近我看了一支影片 他在講那個 講那個什麼 講那個 細谷的一些獨角獸 他貼給大家 然後就講說Stable Diffusion 然後你說細谷101 嘿嘿嘿 我也有看細谷101 哦對 龜谷101 龜谷101 好看 大家去搜尋這個YouTube頻道 而且那個 那個YouTube頻道的那個 那個主持人莫名其妙跟 陳文竊猜個字 陳倩 我幫大家翻譯 因為我今天也看到那個影片 他就說那個 因為他們那個 有一個公司叫那什麼 呃就是 摩托二九 所以可能會忘記東西 大家 大家盡量一下 對對對 他們號稱說 他們是Stable Diffusion的 原始團隊 然後募了很多錢 但後來其實根本不是 類似這種 也不能算醜聞啦 因為他們確實是 這個開源技術的創始者之一 他講的算對一半 可能因為 但是我就跟 我給大家概念 因為Stable Diffusion 它不是一家公司 這也是 開源技術 對對對 這也是 Diffusion Diffusion Model 對 Diffusion Model 是一個開源技術 他們參與論文 但是他們不是一家公司 所以這個也跟接下來 我們第二個話題會有關 就是 自己Q第二個話題 我們自己Q第二個話題 因為我覺得第二個話題更有趣 是因為 Adobe這個 對對對 因為這也是我前幾天在跟Kevin在聊 我自己Q自己 Sory要主持啊 沒關係 喝了酒就這樣 你已經是我們第一號主持了 OK OK 因為 為什麼 現在其實這個領域中的起工 大玩家嘛 Stable Diffusion 大玩 Stable Diffusion Mit Journey Adobe 那對我來說 現在其實Adobe算是最有贏面的 我這樣講 因為它錢最多 它圖片最多 它客戶也最多 這樣講啦 因為其實現在所有的 大家在應用上其實都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商業應用 那我講白的是 Mit Journey他們當然號稱自己的素材來源是沒有問題 但是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因為他們畢竟就是深層嘛 那Stable Diffusion的話 你完全不用講 它算是個開軟體 大家現在在用的手上 應該都是網友改過的版本 不管是柔軟或模型 都是 所以 簡單的就是你這個素材來源是完全沒有什麼 可靠性能 對 而且它甚至不是一家公司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Stable Diffusion 跳出來跟你說我們的素材還沒有問題 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家公司 所以 你如果是想要商業應用的話 其實這是完全沒有保障 是很危險的 那 其實我們最近所有的客戶都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想要商業應用 我想要完全的合法 那我可以怎麼辦 就是Adobe 我說你的選擇就只有一個 是Adobe 因為他們第一個是他們的訓練 他們自己聲稱嘛 他們的訓練來源是全部合法 是商業的素材 第二個是他們有推出對使用者保護機制 比如說你的素材受到我們AIM的訓練 使用保護機制 就是比如說使用Adobe Firefly或是Photoshop AI等等 舉例來說如果你的素材有 沒有蠻多AI需要使用 那麼獲得收益 你是可以獲得一部分的理論 就是你不是被免 對他們自己有推出這一個 K-Box一樣對不對 就是你的歌如果有人唱 有人聽你就可以收錢 可以這樣理論 詳細當然還有一些細節 但簡單來說 就是他們有推出一些 對創作者的回饋機制 可是他從哪邊抓土 是你自己Photoshop弄之後 Adobe他們自己有個叫做Stark的 Adobe Stark是他們的 他們買下來了 對他們買很久了 所以他們的訓練來源都是 都是Stark Stark出差不多的 對對對 所以第一個是他們先解決 反則上的問題 就訓量來源的合法性 然後第二個是他們有 推出回饋機制 然後再來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他們就說 如果你有我們的東西 去產出的這東西 然後如果你還是遇到了 反權爭議什麼的 他們出錢幫你打官司 他們是保頂公司 我覺得他們最厲害的是第三點 因為這個點就是 你出事了我們法律幫你考 我幫你打官司 這件事情我老實說 Mijini跟Sable 你們不可做到 Mijini公眾只有11個人 他們只有一個吧 Stark基本上不是公司 對 就是我整個說這句話 他媽就只有Adobe說得出來 你他媽的 你都還說 對 Mijini反而就只有一個人 不要這樣為難 對他們說這個 所以我認為他們光靠這件事情 就可以直接在AI權利子 甚至我那時候跟Kevin聊 我說其實Adobe的目的很明確 嗯 他的意思有點像是說 你們要玩玩 隨便 你要Mijini Stable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現在要商業使用 你要一個合法授權 對不起 你就做一個選擇 就是Adobe 那Mijini怎麼跟Adobe拚啊 所以我說 那前面講Mijini很猛 那Adobe現在要刷出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感謝第二個話 你這個原因嗎 哈哈哈 因為其實我已經看到了 就是他們出了這一道之後 其他公司很難聽 所以你公司現在用Adobe做嗎 所有設計師都Adobe啊 不是我是說深層是AI 不是Foloshop 我先講 因為他們的Adobe 現在在Beta 我知道 可是他有Foloshop AI Beta 一樣是Beta 現在他一直想要使東西 但是我一直讓他沒有的 一直給他解放 他們現在就在Beta中 所以他們已經放入房子 今年10月的Adobe Maze 已經確定了 他們會追出這次版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也跟Adobe 有很多工作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期待 今年Adobe10月Adobe Maze 會斷出什麼菜 因為我認為他們 我猜第一個是他們會轉 就從Beta轉這次版 然後第二個是他們可能會把 我剛剛講的東西 再推出更詳細的計畫 然後再來是他們會 比如說你現在 如果在玩Adobe的一些功能 如果你決定很屌的話 你可以想像就是欠殘 這就是鹹菜而已 你說最近是鹹菜 還是到時候就是鹹菜 現在你覺得很厲害 啊對不對 Fortrap的功能 全部都是鹹菜 Fortrap的AI是鹹菜 那是鹹菜 Fortrap的AI其實很可怕 他其實可以幫你把 二分級的照片 然後延伸出去了 然後幫你把那些東西 直接去掉物件都很方便 而且還有分圖層 對啊 這就是鹹菜 這我才說這就是鹹菜 那今天年底很刺激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有上 AI的工智慧學校的課 然後低堂課老師 騎到一個 一個微軟總經理 他說今年年底 微軟的co-pilot 也要開放給一般的使用者用 所以今年大家又花 會多花多錢了 對對對對對 這個很期待 Cavin要不要講一下 都是我在講 讓我吃東西 我自己也在用很多Fortrap AI 我覺得他們考慮到的是 真的是商業使用 不只是法規 就是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光是分圖層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對於設計師來講的 幫助就很大 因為你沒有分圖層或什麼的話 其實你比如說一個錯誤 或者是深層想要修改 你就很麻煩 所以它其實一直考慮的 就是從使用者去 是專業 是專業者的部分去思考 那你可能一般的meet journey 什麼其實有很多 其實會有很多不是設計師的人 其實可能去玩這個東西 那它可能在一些創意上什麼的 它會很好玩 但是我覺得實際真的要拿來 可能設計或商業使用的話 還是真的Adobe在這一塊真的是 我覺得很早之前就已經在布局了 因為他們很早的時候 就有很多AI功能其實在測試 跟加速 其實是在測試之後嗎 對啊其實你們在 其實用方向比較久的人 其實都會看到什麼 比如說妝容轉移 然後比如說照片 就是黑白照片 就是變成彩色等等 這些功能其實早就有 然後他們其實一直在讓大家測試 就是你還可以回饋說 你覺得這是效果好不好 他們其實一直在收集這些數據 所以其實我覺得 Adobe的股票是不是很值得嘛 就很認爲 就很認爲 你知道你知的啊 後面什麼就不好說 你如果你錯過NVidia 你現在才把Adobe 10月前還有幾月 我完全認爲 我完全是這麼認爲 因為NVidia還有去認爲 Adobe是沒有的 對 NVidia還有那個誰 那個解析要沒有 AMD AMD對不對 Adobe有誰 沒有啊 對沒有 以前大家會說Canva啦 但是 Canva不同世界的東西 但是我只能說 對啊 他們其實之前Figma 其實對他們 可能在比如說 你UI印象很大 可是就買下來了嘛 然後Figma 就是 誰啊 之前 Figma 100億美金 看嗎 超多錢 然後之前還有一個 對 它有一個新公司 他們也是用AI生成 就是UI界面 然後 就是欸 那時候也蠻期待 他們的效果 好像也很厲害 然後前陣子也是聽到消息 就是 也被Figma 對 等於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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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ma買下來了 Figma買一下 我要買Adobe 我要買Adobe 感覺值得買 現在還有機會 欸 因為你真的很 很少找到一個 這麼壟斷型的公司 在全球 它真的是壟斷 他們為什麼不會告啊 嗯 好沒道理喔 我也不知道欸 就是 有沒有律師在現場 有沒有 有沒有 今天沒有律師在現場 問一下律師 就感覺應該 應該會被叫才對 這是絕對壟斷 對啊 欸 題外話啦 就是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在看 最近Adobe消息的話 他們其實 因為大家之前就想說 Adobe會不會併購 Canva 因為如果讓Canva 知道Canva很強 因為Canva的AI功能很強 但是你去看最近Adobe 他們其實有放肅功能 他們已經打算要推出跟Canva對打的東西 其實已經有了 其實已經有 他們已經在推出了 只是功能還沒有到 不管怎麼講 但他們已經在推線上版 因為當然 他們講完就是趨勢嘛 直接買鑽利 直接買鑽利 那麼小 我猜啦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用鑽利去買 嗯 其實已經 其實已經有這個工具了 只是 就變成是說 呃 他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他好像也跟Canva差不多 或者是說 好像一些功能上 可能還沒有Canva齊全 但是如果他們 未來直接把他們的 很多AI的功能 就是都整合進去的話 他可能一瞬間就會 有差距拉出來 就是他很多東西都可以 直接都可以直接倒 沒有啦 像Canva的問題就只有一個點 就是如果我這樣把他轉成PSD 或促進的 轉不了 就是 就是我甚至想要下載 他簡報變成PPE 也不可以啊 所以BoseShop 他們一定會 哦 你可以直接變成 直接轉成PSD 然後進電腦版的修改 他們一定會把線上線上 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光這招的話 Canva就有點難搞掉 那算了 反正會不會是 導演很瘋 對 好啦 那你們要 他有沒有要口號 這個啊 阿多比妹的事啊 阿多比妹的事 欸 沒有話過 阿多比妹的事 以前都講過什麼東西啊 他們紐約的都蠻盛大 他們真的原本要送 計畫叫教訓 就是那時候 疫情一來 然後我原本 我原本要去的 他就沒了 哇靠 導演呢 沒有啊 那今年呢 線上參加 他們今年 辦在你們的那個空間啊 沒有 他們 嗯 可以想我透露啦 我們今年確實TGIF 阿多比有贊助 哦 對對對 十二月 十二月初 在送宴 那就是說 他們辦明會的時候 嗯 那邊跨眼會參加 一般一場晚上派對 他應該是 下午飯之後 對對對 斷飯店的 我們就是那種 因為蘋果發表會 他應該是很恐怖 一般他雙眼你看多可怕 可以哦 一般他雙眼多可怕 你看 人在一個房間裡 一群他看電視 看電視 然後解析 那還不錯啊 我覺得可以 好像可以 而且如果今天也辦得不到的話 我們幫他搞定 可是他 可是他不是要買門票 他不是要買 他有線上版 他有線上的吧 他有線上版 可是他線上的 如果不明 不要大家看一下 我們繼續看一下他鄰近 對啊 可是他線上的 中間車給大家 線上看了 但是他註冊他要前 選選會議 對 選選會議 他們有線上版 他們這個Adobe Max 它是每一年的大活動 對 現在前有一大活動 你有講過什麼比較厲害的內容嗎 就是你先講是每年Adobe的發表會啊 所以他們就會把年度的大目標跟更新 放在上面講 就是他們一年度的發表會 那之前有講過什麼厲害的東西 就在這個年會上 基本上每一年最厲害的功能都會在上面公佈 就是Adobe一年一度的發表會 就像之前Adobe神聖什麼也都是在他們上面發表 Adobe神聖 Adobe神聖就是Adobe自己的AI系列 他們三四年 是Adobe神聖 他們就是Adobe神聖啊 Adobe 就是我怎麼知道 他們就是學日文嘛 日文就是 就是說我也在想我怎麼是個名字 OK 就跟我之前沒有搞懂 我怎麼是AdobeFlyFly一樣 Adobe神聖就是他們取名的邏輯 我有難理解啊 他好像說 他那個我之前有那個 他好像就是沒有什麼邏輯 他真的沒有 他真的沒有 官方在聽 不是他們自己講 官方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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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之前 我可能我查了一下 你不進去了 沒有啊 我們到時候在那個 他們活動 你來問他自己就好了 Adobe這樣一題 我們就丟一邊啊 Adobe今天沒贊助 對啊 他沒有贊助啊 差不多了 可以 那有沒有一些朋友要口號 要口號進來 對啊 下面大家口號啊 那Cue一下好了 Cue一下 像那個 上啊 跟瑞啊 我只Cue我那次了 可以啊 我剛有朋友樂娜 那他現在跳 樂娜是誰 樂娜還是我那個 一個一個 做設計的朋友 他們做設計現場 哦 那他就這樣出去 我媽在 嗯 那瑞哥 要不要來分享一下 瑞哥也在AI圈很久了 邀請 瑞哥 一邀請就邀受囉 好 當 被你剛跑下去了這樣 被你太羞了 還可以跑下去哦 對啊 他剛在上面 他在跑 在上面再下去 哦 兩個都去哪了 好 瑞 哦 沒有啦 我今天是來聽 我來學習的啦 我對圖像的部分 哦 沒有沒有 我我 我們是 我們公司是網際智慧公司嘛 所以我們其實做 跟自然語言應用的 AI 比較早 從輸入法 自然輸入法開始 後來再做文字轉語音 後來再做這種對話問答 就是說像這種 chatter chatter 這種AR的chatter 我們20年前就在做 20年前 20年前 對對對 2000年前 我都還沒有開通電腦 等一下 2000年這個電腦嗎 有的時代 有啦 有啦 有嗎 哇幹 那時候有線上遊戲了 對啊 對啊 就是 網路開始的時候 1999年2000年的時候 ABS 那時候連網際網路泡沫都還沒有 對不對 沒有 就是從泡沫前 1999年開始做 然後到2000年泡沫 哇 哇你令金了 你令金了這個階段 哇 對 我們那時候是做一個 就是要 參考美國一個網站叫 ask.com 就是你可以問各種問題 他可以回答 對對對 對 那我們是要做中文版的 所以 那個時候叫 叫IQ電腦人 對不對 你20年時代20年 太多了 對對對 那後來因為商業模式的關係 就是網路泡沫化之後 因為商業模式的關係 就把那個技術 轉去做客服機器人 就是20幾年前做客服機器人 然後呢 我們的客戶就 後來先約的都是打康公司 就是還 那時候還存活到打康公司 可是過了幾年 這些大康公司 大康公司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 所以就是那是商業模式的問題 後來就 那個時候的網路流量 嚴格講 對企業來講 還不是很大 所以 後來慢慢的反而 我們發現說 CALL Center 或大型客服中心 他們其實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不一定要用AI 在那個時候 就比較像說 他們需要的是知識庫 然後呢 建化街道之後 客服人員可以快速的去查找 他們的問題 功能 對 對 但他們只需要一個搜尋很快的一個工具 所以後來就因為這樣子在慢慢就比較沒有focus在把AI用在問答上面 反而就是用一般搜尋就已經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就開發在客服平台客服系統這邊就開發了很多系統 那這裡就後來有spin-off的公司 現在目前還在叫網制服務公司 網制服務 這比較偏向是在做客服中心的各種解決方案 包含像知識庫 哦 email回覆 所以他很會賣公司 我會想起來 他賣了很多家公司 就是賣掉嗎 對啊 這是spin-off 我們這服務是spin-off 就是spin-off 團隊spin-off 你股份還在嗎 你股份還在嗎 呃 我有一些股份 對 哦 那沒有 還沒多少 哦 沒有 還好 那個話題信一起來之後 你們有 有藏 或 那個話 就開始大家說 欸來偷錢了 這樣 哦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應該是.com那個時候 其實本來是差一步 我們一個在 如果崩盤再慢個半年 我們應該就上NASDA了 哦 就是 那個時候什麼的 資金跟都Ready好 那時候不含intel都是我們吧 這本來就是 哦 intel intel都是 哇 20億元intel欸 好可怕 太早 那時候太早做了 哦 所以後來 後來我們做很多東西 在基本上都圍繞跟自然語言應用有關 包含做手機端的輸入法 哦 做到全球50國語言 哦 那後來這塊也是被冰掉 被 被 被買掉 你知道 那 還會賣吧 另外也就把輸入法跟聲音的技術結合 哦 這個用在語言學習 啊 做了一個呃 成立一個公司叫IQ Chinese 哦 在海外推中文學習 哦 那剛開始做的還蠻不錯的 但是後來遇到這個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和語版公司 呃 他用大量的錢去就是什麼成立空子學院啦 空子課堂 大量的撒錢撒老師到全球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商業市場的機會 哦 就就破壞掉 哦 所以後來呃 在2008年我沒有碰到那個全球的景氣 哦 那 那個 我們當主力收入來自於美國各州政府的教育預算 他去買學校軟體 那那個時候就收到 後來 就只好把這個公司從美國撤回來撤回台灣 撤回台灣 那 後來這公司是在20 大概一二年左右被聯合報併控 哦 聯合報 教育事業部的其中一個部門這樣子 哦 好難賣 我看問瑞 接下來有什麼可以 哈哈 可以買的 機會的部分啦 分享給大家的 沒有啦 我們現在還在努力啦 呃 我們 我在二零零 呃 二零 一六年 我們把手機輸入法 我們有個叫IQQI輸入法 這個手機輸法賣掉之後 我們把 呃 所收到的錢呢 再去投資做IQQI 這個智能克服機器人 就是再用稍微新一點的技術的智能克服機器人 就IQQI後來在 呃 疫情的時候 我們賣給那個上次公司大時刻 大統治鐵科技 所以現在變成大統治鐵科技 又會賣對不對 我們別開玩笑啊 幹都在賣各種賣 嗯 沒有 那個其實是 呃 沒有啦 其實賣並不一定是說是在高一點賣 有時候是不得不賣 因為 可是很多賣 很了不起的 有很多人是賣不出去的 呃 要賣沒那麼簡單嘛 所以他要經過很多的過程 也會找過很多有potential的買主 那有些是從網路上面陌生認識的 一個因緣機會認識談到 那有的是 應該要找瑞哥來分享 要喝很多很多才有機會 我想知道瑞哥現在在做什麼 加速到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想知道你接下來走的賣什麼 因為他想知道你想要賣什麼 我先布局 我們現在其實還是在調整產品線 但是目前有三種類型的產品線 一種是智慧寫作 它是從輸入法的角度去發展 就是我們目前現在手上有兩個輸入法 一個叫自然輸入法 一個叫追音輸入法 追音輸入法主要是給法官 書記官跟律師 那自然輸入法就是比較一般的普羅大眾 但是是打資料比較多的user 那因為自然輸入法本身其實也有一些小AI 就是早期的這個AI 那我們因為用戶很多 就是超過10萬的用戶 其實是高年準度 大概5年流存率 大概還有75% 就是非常高的年準度 所以我們在這邊會再延伸 針對這種智慧寫作服務上面去發展新的產品 所以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文字轉語音 就是語音合成這個部分 那因為現在生成是AI出來之後 聲音這些大的独角獸 也分別做了很多種不同的聲音 所以我們本來以前早期自己開發 那現在就把它變成是 變成做應用做工具 那我們因為在這一塊以前早期就有產品 所以其實就是把它改良更新 所以有一個新產品叫做文字MP3專業版 那目前主要就是供應給像出版社啦 或者是學校 那也有一些user他們買來做 比如說YouTube的配音 就是部分的配音 或者是電話語音總機的這個錄音 就是這些應用的現在也有 那主要這個文字編成專業版 它是說它可以單純用文字編輯的方式 就可以去創作很多很有趣的內容 比如說是那個小朋友的故事書 比如說我可以用小朋友的聲音 用老人的聲音 男生女生 世界各國語言 然後有加倍簡易 那單純都是用文字編輯的方式 沒有音軌 就是比較沒有音軌的概念 它就是文字的角度來看 那這個產品 我覺得現階段還是小眾產品 還不是一個大眾產品 但是它應該可以來協助解決出版業 做快速製作有聲書的這個問題 那好 所以這是我們其中另外一條路線 這個也都是早期的產品延伸下來的 那第三個產品是我們新產品 新產品目前還沒上市 大概預計10月 那就是合規 合規減合 或者是修正建議 合規的意思就是 目前先focus在食品化妝品 健康食品的廣告 那廣告因為很容易就被罰 被就是講到療效 講到醫療行為 講到誇大 或者是就是它有很多的這個 有相關的法令去規範 那但是因為廠商為了賺錢 它其實會有做一些比較有創意的廣告 那很容易就犯規 犯規就會被很容易被罰 特別是競爭對手的檢舉就會被罰 那我們在目前就在發展這樣的一個 剪合系統 就是讓廣告發出去之前 可以做風險控管 那這裡面也會需要用到自然語言 那深層式AI的搭配就是在合規 就是發現有問題之後 要做修正的時候 也希望可以有一些比較有創意的修正 來做輔助 所以這個是 這蠻有趣的 這個這跟我們跟我們 因為我們就是做 我們就是做廣告 我們就是儘管的 只想怎麼天馬行空 沒有在想合規的那個 但是因為有一些 就是基本上要做風險控管 就是高風險的要避掉 那可能有一些中低風險的 那可以賭一賭 那一般來講是 中低風險的可能不一定會被抓 但是競爭對手告的時候 就有比較容易被抓 你這個感覺很適合賣給我的客戶 他們在下廣告前 可以審核一下再丟出去 這很多生技業者 生技業者 保健食品 我想問有醫療的嗎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 我們公司是醫療的 其實很多客戶是 比如說診療是大總 或者是醫生 其實我們在寫一些文案 或廣告的時候 其實都有 就是都要遵守那些法規 就是比如說你什麼罪 你不能用什麼層級 或者是說講到療效 或者是 就很多東西要注意的 其實都會變成是說 在投廣告前 都可能要再三檢查 然後甚至一不小心 真的就會被 就是同業檢舉 其實都會遇到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特別是用生成式AI 很容易產生廣告之後 就廣告量投放變多 IGFB 蝦皮這些投放量變多之後 很容易競爭對手就會檢舉 檢舉就要處理 所以像去年的網路廣告量 有五六千件被裁罰 裁罰量其實還蠻大的 而且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目前是先從化妝品 就是美妝產品 然後健康食品 食品開始 然後接下來會到寵物食品 然後在之後就會到醫療器材 就是醫療器材或藥品 就一步一步慢慢擴大 對在努力中 所以 這科目就是OK啦 可以趕快聯絡瑞哥 他們公司蠻大的 我們現在目前是 如果說想要測試的話 我們有開放給一些 重要客戶已經可以先測試了 那我們同時收集他們意見 去優化修正 那未來也會開API API就是可以提供給像 交互廣告的廠商們 直接來串平台直接串 對 對這個都在努力中 那這個是有關 Legal Tech 就是 Regular Tech 就是說有關法律或合規科技 這個部分我們還會有延伸的產品 在往下走啦 就是因為我們的輸入法的客戶 本來就有大量的法律從業人員 所以我們其實會在這一塊再繼續延伸 那包含說可能有一些會延伸應用 跟大型原模型的搭配 或者是本地化或者是法律專用的大型原模型的搭配 這個是未來繼續再發展的路線 瑞哥你們原模型你們是用Trash OpenAI的嗎 還是用Meta的 如果是現有的產品在運用就都有啦 但是大概就是OpenAI跟Azure的上面在用 就是比較屬於通用型的模型是這樣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應用上 它可能會變成是要針對某些 比如說假如是用在法律領域 那會用在特定領域 那它可能要針對那個領域去做一些Fine Tune 那那個部分就會比較複雜 那我們這個是把它當成專案Base在談啦 目前現在是手上是有一些案子正在規劃進行 那那個就對 那就現在還不方便說這樣子 大部分好像用Azure比較多 Azure是應該是說 因為對很多政府機關來講 或者是對一些大型企業來講的話 因為Azure至少被認為是說在企業應用上面 相對比較安全 因為它對資安的這個議題 還有GDP的議題上面 而且是微軟的啊 微軟都不能信還沒進行 對 那我們本身也是微軟的夥伴嘛 認證夥伴嘛 所以我們其實很少 我們今年3月就已經接上 就已經在用Azure AI在做一些不同的實驗 對 對 所以包含像我們 我們那個分出去的這個Spinoff的這個 應該說被併購的這個Apple.AI 他現在在打十顆 那我們跟他也一起有ConeWorker 針對客服機器人怎麼樣去結合 OpenAI 但是他原則上是結合Azure的OpenAI去運用 去在客服上面怎麼樣更快速的可以做客服 跟怎麼可以讓客服控制在他該規範回答的範圍內 不要亂回答 像這些部分大概都已經有很多落地實證的客戶 我們線上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問一些問題 要問林斯蘭要問我 或問這個Ray 問Kevin 問這個Sean 都可以啊 大家我們這個就是Friday night 閒天聊這樣子 對 就是上來像我跟那個斯蘭也在喝酒這樣子 沒錯 沒錯 大家禮拜五晚上嘛 就輕鬆一點 我看那個SOGO又來到現場 SOGO這也是這個廣告圈的這個前輩啊 對 因為他叫他沒有舉手 我就可以一直嗆他看他什麼時候舉手 然後他會跟我們講 他是這個台北市青年廣告協會的理事長 對 因為他這個已經老骨頭了 所以當理事長這樣 然後他上面也是直達一些那個 臺灣Folk王公司這樣子 好厲害 我們需要這個人脈 對 需要這個人脈 沒有說 對對對 欸香友剛在台上有要講 要問問什麼 就是跟大家講個道路 Sean這個是 這個是 全職在做AI的男人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Sean你要講一下 你是用那個Luma 拍你們家的工廠那個影片 對 對對對 可以啊可以啊 有個AI叫LumaAI 然後他是可以把那個拍攝的影片變成 3D5線 所有會玩的 掃描效果其實很好 他拿空拍機拍他們家工廠 你是不是有點奢侈啊 對 有點奢侈 不過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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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友把它PO出來一下 像本身從這個德國 不是德國 從德州 德州 德州 回來的這個田橋仔 哈哈哈哈 這樣介紹一下 不好吧 真的是田橋仔 他們家的東西都賣給IKEA 像你自己介紹一下 阿富凱爾胡言亂語 我真的 不會啊 他 就大概這樣子 你看 他都承認那個田橋仔 你看 他有不知道什麼叫田橋仔 我聽不懂我中文不好啊 聽中文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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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呢 就是 之前那個 NVIDIA 是他有分享NERV嘛 他事實上 他就是可以去認那個影像 那同樣的 我是有看到人家 他是把Google Mac 丟上去 然後就可以做成上地圖 那我就想到說 好像如果这样子 那是不是也可以用在外面建图 这样子 我用空拍机拍我们家的工厂 然后就花了大概到20分钟 就建出来 他上连内部都有用3D建模过 刚好我个人也需要研究 我留个东西在群组给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讲很酷 因为我们最近有个专辑 其实就是要用空拍来做 然后他可以 我讲我就要群组中 他可以串Unreal 这就厉害 Unreal他可以 Unreal其实是游戏引擎 出了很多3D模型 所以你可以扫描完之后 丢Unreal然后做余计 做动画 然后可以再加一些Unreal的效果等等 就是是一个 我丢交给大家看 已经有人做出来了 所以理论上是完全可以 如果大家做动画的 以后这个建模 也不是建了 就是扫一扫 丢进去做个动画 加个特效 所以是说你就等于 就是用 Numa AI 去做游戏的物件 对 就是直接扫描完之后 直接做后续引用 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看我刚刚有播 那个AI独角到下棋 那我刚才在看 对 他就有一段很大篇 就在讲游戏的AI相关 ARREAL就是占最大的 夜篇 人家除了AI工具 什么 什么事 Meta Human Meta Human Meta Human 前阵子相有也在玩 对对对 就是Unreal 因为其实现在 最大两个 就是Unity 一个就Unreal 但因为现在如果你做比较 比较动画的 或是比较进阶互动的 其实基本上Unreal 算是龙头啦 对对对 嗯 而且又免费 呃 对 你EA超过某次 这是免费 他有这个 他们有 他们好像是看EA 他妈怎么知道你EA多少啊 这才奇怪 什么概念 还是要放在Steam上面卖啊 要不然你在哪边 放 哦 所以他用Steam去玩算 应该是吧 你公司不大都没有这个问题 就跟拉玛 那个大型模型一样 你使用者没有超过7亿人 他不送你钱 他就让你商业使用 7亿人 人太多在团的问题 对啊 我最初的一开始会 我 也不是什么问题 我就被Q上来了 我就在这上面 那你上来问阿峰个尖锐的问题 问Kaven个尖锐的问题 不用问尖锐 我应该说来大家应该讨论吧 因为当初 我画这个3D图 就是事实上是我是想要 我知道要花一点时间 就是我想要做Digital Twin 我是希望说能做成一个 就是所谓数位软身 这个的话就可以有一个 就是 当然现在还是在玩的阶段 就是做成一个3D的一个工厂 那我就可以改了 就是说制造的线 或者是是不是可以自动化一部分 他想要改掉了 对了 我觉得完全可以 因为其实以往3D也可以做 这是成本的问题 然后现在其实3D扫描的技术 已经可以做到非常成熟 然后我猜你会按网 Unreal也是为了解决 就是即时的互动 因为3D软件都没办法做即时互动 但是如果Unity和Unreal的话 他们就可以做到即时互动 这件事情 没错 但是就是发现界面实在是有够复杂的 所以就先在之前 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出来 好好的 如果是残疑话 你会出他简单 我们前面的议呈 虚拟偶像 我就研究 MetaHuman就可以做到 然后我们就研究 其实不难 MetaHuman是什么概念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相信在座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上述 好好好 那我解释一下 大家应该有玩过这个Face ID Apple自己出 它就是你可以侦测脸部 那MetaHuman它是什么 你可以把你的3D模型 或是3D扫描都丢上去之后 它会帮你做脸部正宗 那你说像Face ID 它其实是可以出一阶版的 MetaHuman它是可以做到 就是你现在如果要做虚拟偶像 比如说你今天脸部最终 你可以就是放一台iPhone 然后直接侦测你脸部动作之后 直接就可以即时动作 那 如果变成就有利益IP的 对 可是我先讲两点 更强一点 因为这个不厉害 这个即时侦测其实Face ID要做到 MetaHuman做两件最终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是以往你看 比如说最近在民事 他们不是在做虚拟过吗 对 他们呢 你脸看起来会有点假 为什么 是因为比如说正常 他没有对到 对 正常人其实比如说我今天在笑 会讲话说 我的脸部不是只有嘴巴的 我的肌肉跟眼部的线条都要拉扯 对 那以前这个呢 是要手动做的 因为所以人跟3D 最大问题在于是 他就只会真正你的嘴巴跟眼睛在动 只是你的肌肉拉扯 他是无法做出来的 可是MetaHuman可以用AI的算法 自动帮你把肌肉拉扯全部做完 就是把之前的他说算 他家的电脑算一算的 对 就是你只需要动动眼睛跟嘴巴 然后他就帮你打针 然后再来是 以前他们在做这个侦测的时候 比如说你1秒30个 比如说你网路差一点 然后可能掉了一格 然后脸部就会抽动 就不自然 但是MetaHuman会帮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网速很慢 或是你的解析度很差 资讯量不足的部分 它全部 全部有AI补足 所以如果你今天网路掉了几个 资讯量不足 或是解析度很差 手机解析度很差 没关系 就是资讯量不足的部分 他们全部有AI补足 所以他可以做到 用简单的设备 但做到非常非常好 高阶设备才做到的效果 这是MetaHuman 最厉害的地方 他也是 我会有他们做的 对 然后再来是以前 我在讲一个更深的数据 以往比如说他们在脸部 比如说我主意来说 大家在做这种笑的动作 你知道其实人类的笑 可能分二三十种笑 微笑 大笑 十甲类觉 笑等等 陪然的笑 对对 那以前的AI 他可能是 你就笑 我不是给你一个笑 那剩下如果你要不少的笑 你要自己手动作 可是MetaHuman 是他们内建了几百种 内建表情 就是比如说光笑 他就会侦测 你在大笑 他就给你一个大笑表情 你在微笑就给你微笑表情 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完整的软体 可以用 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是你也不需要去 你也不需要去设定这个参数了 你是不用钱的 呃 不知道 呃 你目前肯定可以用 不能说完全不用钱 他的概念有点像什么 就是我讲概念大家听 他有点像GPT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笑完就 他不是侦测你的表情 他就侦测完说 哦这个人在微笑 然后他输入一个指定叫微笑 然后直接搜寻MetaHuman的微笑 套六个表情 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即时侦测 他是有点 侦测你的表情之后输入次第 然后调出MetaHuman 手不用动 如果动了手脚 应该就还是怪怪的 他手脚那时候要跟随 他只有脸的 这就是他们这样厉害的地方 就是现在AI好处是 以前的他们就是你要自己什么手动 啊 其实今天我等一下分享这段影片 叫拉克什那一个 他也是 他们有一个叫做 那个也是已经产品化的 叫做 我等一下丢上来 哈哈哈 对 你你先帮我拖个时间 欸凯文帮我拖个时间 我想你 你不要 你不要聊 就去凯文 不是不是 我现在翻 我想说我帮你 我想说我帮你找比较快 你是说我把自己做成数字的那个 对不对 拉克什 对对对对 我还没看 但是我的首页 我还没看 但是我的首页就是这一步 我马上可以丢 我跟你讲 我已经看完了 我手在LINE上面 我只要不要 因为我还提东西 对啊 这个这个 我先提到辣子没有东西 没有提到可以提 我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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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干嘛想我工作 哈哈哈 啊我点开 就是这一步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你丢哔哔哔哔多不贴心啊 我丢YouTube 我丢YouTube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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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其实有时候两边影片不一定都会有 对对对 他们就是 中国叫做数字人 数字人 数字人其实就是虚拟偶像的意思 对对对 虚拟偶像的意思 好 真的假的 我们要把Sean丢旁边好像很不道德 Sean也可以随时插入 你像OK的 不会啊 没有没有啊 我觉得你讲的更细 我这个只是门外按而已 没关系 没有啊 只是要找演 对啊 没有啊 我只是刚好工作上需要研究一下 对对对 我觉得 实际上现在真的很开心就是 对对 像我觉得我也是一样 我觉得我跟丁萨很棒的是 像某时候都是客户付钱给我们研究AI 对啊 某时候就蛮开心的 而且我不只研究啊 我甚至连报价都给出来 他说那我要做身体 我就说我给他四个报价 就是你做脸部 做身体 做动态捕捉 然后每个报价 就跟那个猫一样 就是大家要付你钱 然后又勾勾你吃不一样 没有啊 就是带给大家这个 反正就是市场的需求 所以现在要把一些市场的知识 都说也是很合理 对对对对 没有啊 那到底这个东西可以用到什么地方 就是除了 可是他身体可以吗 因为身体动也是一样 我旗上也有 对啊对啊 像AI在动也不能看到 如果要身体动的话 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的 另外一讲Wonder Studio 哦对对对 其他不能 他就要分开 分开 因为如果是要装业的话 其实以往就是 穿动态捕捉的服装 一套可能 因为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是真的还有模组 就是说 他的有一些基本的 有一些动作 事实上是 他就是比方说 你脸已经录好了以后 他有一些动作 可以直接 就是放那个 他的排版 对对 就是做人直接让你 动作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但是就是就是还是有些细微的地方还是要自己人能去调嘛 比方说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喜欢穿衣服去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还是有一些比较威胁的地方你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去去微调这些姿势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做一个很很基本的像主播这是最简单你手就大不了只有在坐着而已 然后或者是像那个DID不是手会回来回去吧 就那一种他就可以一直指令或者是放放就随便的嘛Random的在上面 所以你能够想象未来那个什么观光景点可能就越来越多很很真的素质人 都会在各地用很真的点在跟你对话对讲这些东西的样子 没错 这挺好的 对啊 我我我我这推荐一个这一个 哎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爱马就是目前虚拟偶像多了 对对对对最红的那个 爱马 爱马就是你大概就是做虚拟偶像都一定会知道这个团队 我这样丢上来 哦有有有罗马人做 对对对对这一个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看大趋势啦 我也觉得今年到明年大概虚拟偶像会是一个 就一个因为我们最近去其实蛮多客户战队 对他这个大趋势 然后我们今年就把这个团队年底的设计连会就把他们请来台湾做演讲 就这个这个的幕后团队 有设计连会 有有有 我们说TGIF吧12月初啊 TGIF 对对对就叫TGIF台北设计电波 TGIF TGIF台北设计电波 TGIF台北设计电波 你怎么会多的 他会多这样谁来指使阿风啊 好继续继续 对对对我们年底就是会请他们来台湾做分享 对吧 就是大家可以到时候期待一下 应该最近就会宣传 除了這位嗎 這個幕後團隊 我找他蠻酷的 他們公司叫AWW 他們大概已經做了二三十個虛擬偶像的IP 他們還賣衣服 他們是目前大概虛擬偶像圈的最有名的IP 大家如果對虛擬偶像有興趣可以研究他們的上映IP 而且我按了一個追蹤 下面推薦我全部都虛擬IP 對阿 沒錯 他們幫很多品牌做 他們還跟很多新品店比 這是我覺得進階的玩法 我覺得今年會這麼多人來討論學偶像 可能也是因為很多藝人演唱的關係 不能講的啦 是不是以後虛擬偶像也會被迷術 有難度吧 說不定你還在抱來抱去 下面一位 我覺得你比較像在指示可以 我比較像在 11點了啦 11點了 我們來開放現場沒有朋友要 來問問題瞎聊一下 有些夥伴待滿久 像那個什麼Maf是誰啊 那隻貓 那隻貓該不會是 該不會是那個吧 該不會是布丁哥吧 是嗎 因為他布丁哥就很都是一隻貓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 不過我們一直在臉蕭文 然後他一直在想 對啊 我們大不盡 大概很久了 Q一下Q一下 不知道 那Flash是誰啊 Flash 換你按 PowerFlash 大家來跟我互動一下 對啊 我們就結束以後再也不開了 你看勤勾大家 沒有啦 我們這個活動以後大概會兩週一次啊 但如果我跟您實在想喝酒 可能就會更平凡一點 就要讓大家可以多互動一下 如果 所以以後可以去你報公司嘛 對不對 我可以報公司弄個有趣一點的地方 雖然知道我們報公司比較K酒一點 不過沒關係我們隨心所欲 就如果大家想要聽怎麼樣的議題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後也可以約怎麼結歌來啊 或約布丁哥來也可以 我覺得線上就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可以更 更更 更簡單 每當給你一個讚 哪邊給我這個讚 欸他可以 他怎麼給出一個讚 我怎麼 他怎麼給出一個讚 他怎麼給出一個讚 因為我下角有一個笑臉 右下角有一個笑臉 喔 就是他也只能給好的 不能給不好 對對對 他們也只能稱讚我們而已 欸Jazz是誰 Jazz上來 HelloJazz 該不會是傑哥吧 不是吧 沒有 是我啦 郁政 郁政是誰 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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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 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郁政也是 他就是Stable Diffusion的高手 他有個YouTuber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自己 有一個頻道叫做這個 AI召喚師 對不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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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不如把小朋友擺到睡著 現在才有辦法上來 OK 沒問題 我們差不多要下去了 沒關係啦 就是多的是時間 如果大家以後隔週我們隔週 Friday night 如果大家想要多聽我們冷宵的話也可以敲碗 有 等他有聽到 我們這個內容我們之後也會把它那個 把它上傳到Podcast跟YouTube上面 所以大家以後來就共襄盛舉 我們這是一個這個 我們不是AICG 我們這是B2CG 對 喝了酒之後長生的content 所有的一個節目這樣子 歡迎大家隨時可以上討 好我們快 快11點了 我們就不打擾大家時間 歡迎下下個禮拜 再跟我們一起來交流 感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 掰掰 感謝你們的收聽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有價值 請你幫忙推薦給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 以及成長 如果你有任何建議或想法 也非常歡迎你跟我們分享 可以透過Podcast平台下的留言告訴我們 再次感謝你們的支持與陪伴 讓我們一起探索跟分享AI的知識